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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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禮拜一到禮拜天 我們一起來觀察 接下來未來台北股市的 任何的一個變動 在今天錄影前 我聽到一個滿有意思的 有一句話台灣話說 那些都頭十步不公平 我就覺得 也沒有什麼不公平 金融市場就在於 要做贏要做對 不管怎麼樣 我舉個例子 來大概講什麼 因為今天尾盤滿有意思的 台股由10750 瞬間一盤拉了40點 當然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這Q這40點現在是怎麼樣 這個結算也是用平均值 對不對 也不是說只看最後的 最後一筆的交易價 我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不在於他今天 一筆往上漲市值 或往下跌市值 其實都不重要 在於有做到嗎 會贏嗎 這比較重要 沒辦法做到 沒辦法贏 怪人說這個頭十步不公平 沒有什麼不公平 要對 要贏 那怎麼對怎麼贏 舉例很快速看一下 畫面上各位你所看到 這個是夜盤 這是夜盤的交易系統 那夜盤呢跟盤中的差異在哪裡呢 就是說第一個我都有提供一個PSY 給所有的會員 這個是夜盤 夜盤就是我們的會員 如果他另外他本身 有做一些夜盤交易的 不管是國際股市到窮 或者是台北股市的部分 因為手機版本沒有辦法支援 不是我故意的是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你要做夜盤 利用PSY的 再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 這個就叫台北股市的夜盤 那一樣其實做法都相同 沒有任何不同 關鍵在於要贏 要對怎麼贏 就是說你去觀察這個PSY指標 當他正午時你就給它半康 負午時就做多 也就是說PSY它本身 會以零軸 零軸叫標準軌道 那為一個軸心 那商品價格會隨著 當商品價格向上提升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的PSY指標 會跟著商品價格往上走 那它就向上方來做移動 等它來到正午時 那你只要做一個動作叫做空 怎麼空呢 當商品價格往上移動到正午時 你就給它半康 你就給它半康 然後我們就去算 算什麼 相對的 當它由正午時來到零軸 那你就可以平了 那你就算這一筆是輸還是贏 接下來相對的 倘若商品價格滑落 也就是出現了一個 我們講修正或回答 當它跌落到負午時 該怎麼辦呢 負午時叫做賣方衰竭 你就做賣進 好所以我們來看 這是9月11號 沒錯 這9月11月 所以今天9月11月 這裡是正午時 相對的這裡是負午時 要做得輸 你以其去說 這不公平台北股市圍盤 這樣頭疾報對不對 又不是小孩子在吵架 頭疾報到40點 我很想問關你什麼事 不是你啦 我說門灣副控好朋友 說這跟你當有什麼關係 他怕頭疏40點 你就說這不公平 他今天殺到40點 你就說公平 我記得也不能這樣子 關鍵在於你怎麼去做 怎麼去面對金融市場 所以回過頭來一樣 我把夜盤關掉 為什麼要把它關掉 所有的會員 一樣你就看 來 關掉了 那夜盤呢 你就 比方說你有深半的 深半我們夜盤的 你就直接你的滑鼠 就點它 你就點它 就把它打開點兩下 什麼都不用動 你什麼都不用理它 然後它就自己 你看看 然後自己我都沒動 我兩隻手在這裡 我都不用動它 它就自己就會連線上去了 然後呢 你就把它點開來看 你就把它點開來看 那怎麼做呢 記住 這裡寫日線 這個是稻窮嘛 對不對 稻窮也是一樣 負50做多 臨走就可以走了 正50要放空 每一筆都要贏 怎麼做都贏 但是這是日線的 日線代表一根K棒一天 你說我這樣 已經過一個月了 所以 一律 所有的商品 夜盤的部分 不管是道雄或台北股市等等 請你用10分鐘 10分鐘怎麼看 你按一個M M叫Minutes M 然後在你的電腦鍵盤上面按E0 M10 Enter 那就做這個 這個叫10分鐘PSY 好不好 10分鐘PSY呢 你就照著做這裡 要放空 按什麼 要加 要做多 要做多 要放空 你這樣賣 怎麼做也 每一筆都贏 每一次都對 好不好 所以各位你就放輕鬆 就是說 面對金融市場 很多朋友問我說 那台北股市接下來 到底在於怎麼看 我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的講法就在於 我們今天有一通簡訊 像霍元座報在找盤 我們說今天主要台北股市 會以10771當作軸心 它的底線不能跌破10771 然後如果跌破10771 明天準備就看到10666了 這是早上 在一大早 我們向我們所有會員的報告 為什麼我要講 如果今天守不住771 它就會跌到10666 我們講過 人為盡叫明德斯 我不準我也看不對好不好 那不管對跟錯 那大家可以做公平 可以做評價 那如果對 我稍待會做說明 那你就拿來當做未來 你在針對金融市場的 一個評估的準則 假設我的看法是不對的 那當然你就去尋求其他 對你更有幫助的 我的看法就是 我不拗行情 我不去賭行情是個多還是空 我的做法我完全照著數字做 就好像PA摔一樣 該空正50就是空 負50就多 民主就平 那至於金融市場 就是10771 鎖不住771呢 不好意思明天就是10666 那他今天呢 他今天頭吃不吃40點 我只看一個事實 它有沒有跌破771 沒有 今天在771 整理了將近兩個鐘頭以上 兩到三個鐘頭 都在771 也就是我們在簡訊發出之後 台北股市一整天停在10771 就在這裡 我不是事後才發的 我們在尚未發生前 為什麼呢 來看這裡 你可以做個筆記 來我們講過 什麼叫量價量價 先量才會有價好不好 先看成交量 才會有交易價格 就好像說 男怕入錯行 女怕嫁錯郎 所以呢 你要價之前要不要先衡量 衡量什麼 對方的品性品德 再考慮價不價給他 所以呢就是量價 先衡量 再考慮要不要價他 所以量 先看量 再看價 所以我們來看美股 好畫面上各位 你所看到過去五天 稻窮工業指數的走勢圖 最主要就是在於一缸 兩缸 三缸 四缸 到今天 這是到今天早上 你發現到美股幾乎是走一個橫向 對不對 橫向呢 那到底呢 是要往上漲 還是要往下跌 那怎麼看呢 叫量價 先看量 來 先量後價 就準到今樣 好不好 怎麼樣先量後價呢 我們從國際股市 稍待我們看到 台北股市的部分 好首先呢 我們來觀察 好我們把過去這五個交易日 分別是A B C D跟E 9月4號叫A 9月5號叫B 9月6號 好那大家眼睛一定會看上面這個走勢 不要看這個 先看底下 我們一直講過嗎 先看量 再看價格 先看量 再看價格 先衡量對方品性好不好 品德值不值得信賴 再考慮要不要嫁給他 這個叫先量後價 好 所以呢 我的助理問我說小小美 你那個測標是不是打錯字 我不是說這一段 另外一段 我說沒有錯啊 我是在講 男女價取的關係 好一樣 開個玩笑 好來我們看美股稻窮 那稻窮呢 最主要各位看價 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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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會發現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況 也就是說 美國股市連續這五天 交易量一天比一天大 一二三四五交易量喔 一天比一天比較大 一天 昨天是出現最大交易量 所以代表怎麼樣 它在滾量 它在滾量 在滾量呢 是好還是不好 不見得 滾量就是看 這個交易價格會不會被跌破 先看量再看價格 所以你知道說 它多頭在滾量 那這個價格不能破 如果它破了 它破了這個價格 你要小心喔 破了哪個價 就二六八 七九六到八二零 這個點 七九六到八 很窄啦 只有二十四點嘛 自己十四點而已 自己十四點 如果被跌破 那提防它就轉弱了 所以今天美股要漲 它勢必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今天 九月十一號晚上 交易量要大於九月十號 否則要提防 美股會有個修正 或者是回檔 它代量並且不破 二六七九六到二六八二 那代表比股股是還沒落 還沒落 那你怎麼辦呢 照著PS來做啊 好不好 好 這是美股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回過頭 為什麼台股我們的看法呢 叫10771到10666 首先呢一樣 我們看 上圖呢是我把過去每一天 台北股市 我們把它做接續 那底下是過往以來的交易量 那首先呢 我們先看今天 來 今天呢一樣 你都說你小明 剛剛說10808 台北股市 起到10808就抬下來 我不猜的 我也不賭行情的 我看 因為我猜不到 所以我看不準 肯定呢 也依照這個方式 我也不亂做 好不好 所以我只依照真實的架構 真實的架構是什麼 真實的架構就要 先量才有價 量價它本身叫做同時指標 所以今天早上在9點07分 他已經告訴你 我是10809了 對不對 那如果加權指出今天 9點控8分 控9分 10分 15分 9點半 9點45 10點2分 他都在10809之上 那代表今天就是個強攻格局 那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9點08分 8分 對不對 他就在809之下 那量價我們講過 先看量 9點07分量來了 單一分鐘 那再看價格 價格809 9點08分 一看 哇你老實 沒有 他在10809以下 所以代表他會跌 他要跌到哪裡呢 他當然跌到771 不然你認為他會跌到哪裡 修宇明明在這裡你就敢畫771 人為盡叫明德師 我一直認為我是股市棟梁 你不要臉 分享啦 我不是說我準 我不準 但是呢 我會利用真實跟各位做報價 怎麼報價呢 因為他的 過去這一段期間 市場的平均交易價在10771 平均交易價那請問是5日線 10日線 月線 季線 那叫神經線 不要無聊了 怎麼有人用這樣子看呢 那怎麼會準呢 現在771 守不住771 那就是666 守得住 明天還是走這個非常窄的窄幅 好不好 大概是40點 上下交相賊 不是啦 上下這個短期間 一個叫771 一個叫809 那為什麼又有666 兩分鐘後 馬上向各位做解答 中間沒有空氣 沒有嫦娥奔月 沒有無缸乏貴 更沒有玉兔倒馬鼠 月到中秋風外明 股票指數一定贏 中秋月是故鄉明 智能演算它最行 A++智能演算 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祝福 0800-555-808 A++智能演算四大優勢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30年來城市交易大躍進 A++智能演算 建議先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 一樣我們在上段的節目裡面 特別提到就是說 量價先看量才看價 因為今天的交易量 從開盤之後 最主要單一分鐘 爆出來的量在9.07分 那看完了9.07分之下 你確定這是最大單一分鐘 當時的最大交易量 你去看它的交易價格 這交易價格在809對不對 所以你就觀察 當接下來加權指數 能否站穩809 我覺得會比你在那邊猜測 今天買半頭薯40點 來得重要 那個沒有意義 你管它要不要拉40點 那台積電連敲4檔 那又怎麼樣 那難道不能連敲8檔嗎 或連賣16檔嗎 在未來都有可能 所以坦然去面對所有的環境 最主要在於信賴你自己 千萬不要妄置非薄 相信你自己 你擁有神秘的力量 也就是來第一個 請各位要讓自己 擁有不受外界干擾的能力 每一個人 你都有神秘的力量 你每一筆都要贏 也都會贏 我們僅此一次 這次的中修節 跟各位做個分享 如何在未來 你信賴你自己的操作 你相信你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怎麼做都會 舉例 我們就面對台北股市 所以一個叫771 一個叫666 所以尾盤它當然要偷 它不偷 它怎麼站回771 不然明天就直接666 所以為什麼要急 沒辦法不拉不行 所以第一個 它今天的關鍵在10771 我們回過頭來看 蕭尤銘你說771就771嗎 當然不是 來各位注意看 這從9月份以來 一直到今天 加權指數上圖是它的接續 底下是過去以來的交易量 它只有三個點 一個叫10557 一個叫10714 最後一個叫10815 你應該分成三段 兩段來做肝腸 為什麼是兩段呢 第一段 因為在9月5號 9月5號 在9月5號 這是最關鍵 因為這天出現一個跳空 跳空暴漲 我們當初在9月5號的研究報告裡面 特別提到提防上跳山空 如果這是個捷徑缺口 捷徑 代表台北股市隨時會大回答 如果是個捷徑 萬一它這次不是個中計 那你說它到底是個捷徑 還是個中計呢 不可以猜 那不猜我們怎麼辦 那我看你節目幹什麼 看我的節目就在於 讓你自己 你自己獨立思考 擁有不受干擾的力量 那你說我怎麼辦呢 好 照著數字來 對 因為9月5號這個跳空大漲 開始起算 最低點在714 最高點在今天的815 所以如果我蕭文是主力 我這天我把它跳空 把它拉起來對不對 一直到今天這個最高點 請問你 我的交易成本在哪裡 我跟各位保證 一定會落在771 一定是10771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 從開盤809下來之後 一直到 到一點 全天都在守10771 你說蕭文你這麼準 關我什麼事 不是我準 是你 不要忘了 你自己就擁有神秘的力量 你知道你每一筆都會運 不然要贏 我們是在做什麼 做身體健康的嗎 如果做都輸也不會身體健康 你贏你自然就身體健康 所以它在771 那為什麼守不住771 守不住771 你就往前推 9月份以來這個最低點 是不是發生在9月3號 那最高在815嘛 所以如果771 771所代表是從 9月5號這個跳空大漲以來 市場壓在這裡 如果它不守771代表什麼 這裡就形成了一個頭部 一旦形成頭部 那肯定要回測多少 9月份從最連結最低到最高 就一定看到666 相信你自己就照著做 難道台北股市不就照著 771 666的格局嗎 對啊 你說那怎麼做 不要怕錯 不要怕錯 我舉例9月5號 沒有看到嗎 白痴黑字嘛 我們不講到 你要小心上跳山空 那怎麼做呢 就一路把它空到底 一路空到底 那怎麼辦呢 就答應 你再說一次 再說一百遍都一樣 一個叫事實 我已經講過了 我每一筆都揭露 每一筆 你為什麼要每一筆 因為我們 相信我們自己 我們相信我們每個人 都擁有神秘的力量 就好像這次挪威的選手 在這次歐洲盃 拿到三鐵冠軍嘛 對不對 叫做普言順澤公嘛 所以每個人都有神秘的力量 你有 只是你不在乎你自己的神秘力量而已 你不在乎他 你說那我該怎麼辦 記住 撇摔不怕錯 每一筆都要做 人家 這是9月6號 這是9月6號當天正午時 這是9月5號正午時 這正午時是輸的贏 9月6號正午時是輸的贏 當然也是贏 有特兵贏嗎 這是禮拜六 上個禮拜五 這是禮拜一 我們不講到嗎 我們不講到嗎 集農市場 不然現在投入集農市場 是在創什麼 是在做身體健康的嗎 對 就是在做身體健康 你看我參加我老師 不知道在創什麼 我不以置評 我只知道我們是天天期待等開盤 好 9月5號正午時康 9月6號正午時康 9月6號是禮拜五 禮拜一 這不是又正午時 是不是再空 正午時空 臨走 然後看底下 1 2 3 輸到這邊 你每筆而已 那是禮拜一 你怎麼可以說禮拜一 對不對 好 好 這是不是禮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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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紙道琼 含夜盤 每一筆 PSR叫全勝 9月10號往下看 再贏 為什麼 因為這個正午時 正午時不空他 難道正午時做多嗎 那正午時做多 我不是個阿呆 正午時做多 我現在正午時做多 是什麼意思 正午時做多 就是說當PSR在這個點 你去做多 這個點做多會贏 你說當PSR 我告訴你 因為他不回臨走 我陪你一百倍 那既然是如此 正午時該怎麼做 正午時來扛 你要去賭行情嗎 不需要 不需要 正午時就是空 看底下 不就夜盤 這是9月5號 22點20分 這是9月6號 9點15分 這是9月6號 21點45分 這是9月6號 21點40分 那不就是夜吧 不就 12345678 這到9月10號 是不是全勝每一筆 我已經講過 我每一筆都揭露 每一筆 我瞧不起 一個考過證照的 合格分析人員 然後呢 只敢講錯 對的 還很少 錯的不敢講 在我的立場 那個跟誇大不實 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這麼厲害 那你就把每一筆 你買了20檔股票 你每一檔都講出來 你講我聽看看啊 不敢 不敢 那當什麼分析人員 每個人都考過職業道德規範 都考一百分 那最少都還有八九十分 九十分以上 那在考什麼意思的 我不知道 我都知道 兩個字叫全勝 我都知道 我每一筆都揭露 我都知道 先亮後駕準到金亞 你怎麼會告訴我 這不是今天嗎 這裡是鄭武士 這裡是林總 你告訴我 你看到這裡 輸了哪一筆 每一筆都贏 每一筆都對 讓自己擁有 不受外界干擾的力量 最後 你本身擁有神秘的力量 每一筆都要贏 那麼在這一次的中秋佳節 歡迎各位 就這麼一次 我們會有一個 升等的一個模式 歡迎各位 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們服務員做個聯繫 節目最後 祝福所有朋友 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謝謝你 拜拜 謝謝你 請不要緊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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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